所以说咱们一定不能做后悔的事 我一提起来我姥姥我难过 我老爸我养到8岁可不容易了 不能跟你们聊我姥姥 你们有没有跟着姥姥长大的 孩子不可以露脸 主要是一提起我姥姥有点难过 就是我姥姥把我养到8岁 有点难过 没事我就后悔 这辈子没有什么后悔的事 除了没把我姥姥接过来 没在她病床前面尽孝 因为那个时候没钱 还需要那个啥呢 过了没几天又把小老三带走了 那个时候工作也没了 家里也没有存款 没把我姥姥接过来 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 那我姥爷呢 我姥爷在前几年就去世了 也就是我姥爷去世之后 我姥爷去世之后 我我我我我就是我我 就是叫外婆哈 就是我姥姥 她就是每天想的多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陪伴一辈子了 我姥姥不在了 我外婆她就自己想的多 整天就在想那些事 哎呀 然后她就走不出来嘛 像她是说她饿嘛 然后她就走路去去找吃的嘛 然后摔倒了 当时大夏天呢 六月份夏天 然后天热嘛 人家都在屋里面也没出来 没发现我姥姥在那摔倒了 当有人发现她摔倒的时候 把她扶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嗯 然后后来我姥姥这个整个这个手臂啊 全部都清了 都清了 那个时候可能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如果那个时候 把她给她送到医院里面 好好的照顾一下 可能现在还在 因为那个时候 在床上躺了几天 我姥姥身上都起的那个 那个褥窗嘛 就是那种 然后农村里面环境又差 那个苍蝇呀什么的 都钉啊什么的 哎呦 现在想想真的可后悔了 我如果要是 那个时候有现在这样 能自己能自己挣钱 能把我姥姥接过来 说不定就不一样了 知道吧 我一定 这辈子别管是对父母 对啥的 不要跟他们说狠话 不要把贺脾气 留给自己的家人 等到你长大了 会后悔的 嗯 真的会后悔的 哎 我我已经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 没有 我我一 我一想到我姥姥 我就难过 想到我姥姥 我姥爷 我从 我从生下来 我从生下来 我都是跟着我姥姥 长大长到八岁上二年级了 我才回到我家 然后等我上完小学之后 上初中 我又是跟着我姥姥生活的 从初一 我初二就下学了 我初一初二 我都是跟着我姥姥的 我姥那个时候 我想想我现在那个时候真不懂事 我都十三四岁了 都是五点多钟 都是我姥姥起来给我做饭吃 哎呀 我现在想真不懂事 然后那个时候 我姥爷干啥啊 我 我姥爷那个时候 是给人家 医院里面打扫卫生 打扫厕所的 打扫厕所 哎呀 我现在想可不容易了 然后我还 还要 还要养着我 然后我 我到最后 我没给他们 近一点点笑 就不能提到我姥姥 不能提到我姥爷 头条需要认证吗 头条需要认证啊 头条需要认证 嗯 头条需要认证 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干上自己后悔的事 知道吧 老三和两个姐姐感情不深 老三和两个姐姐还行 刚把老三接过来的时候 我就交代我两个女儿 我说 哎呦 妈妈亏欠她太多了 从生下来 就没在身边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好好疼她 爱她 然后呢 呃 刚把小老三接来第一年 真的 我们家老大 把老三 还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就那一年多 就对她 就对她很好很好 到后来慢慢的就是 我们家小老三嘛 她就性格变 你让她王东 她王西 你让她打鼓 她年纪 慢慢的就是 嗯 就是她俩就不太喜欢 她这种性格 你越让她干啥 她越不干啥 你知道吗 并不是说他们感情不好 哎 怎么哭了 没事 我就我就想 聊着聊着天 想起来我姥姥 我姥爷了 我就觉得我 她没把我养大 我没给她们进一天校 嗯 我 我姥爷也是癌症走的 他是胃癌 我姥爷那时候胃啊 他都不能吃饭了 一直在常常躺着 然后那个时候嘛 也去医院给他看 然后人家医生说的 如果你要是 不给他做手术 可能还能 嗯 活一段时间 如果做手术 很有可能就直接在手术上下不来了 当时80岁了 我姥爷当时是81岁去世的 过了几年 我姥爷一直走不出来 我姥姥走不出来 你想想他们一辈子了在一起了 突然自己的老头老拜走了 他就想不开嘛 而且呢就是自己的儿女 也是在五六十岁的年龄 也也你看 也得也得挣钱 也得啥 也也没有在我 也也就是说 没有没有经历啥 天天照顾照顾照顾着我姥姥 知道吧 也就是说受委屈了 自己一个人吃饭啥的 也吃不好 哎 聊着聊着都都那个啥了 老三在哪里长大 老三就是在辟州 我妈妈帮我看大的啊 我妈帮我看大的 其他倒没啥 我只只要一聊一一聊到我姥姥姥爷 我就难难受 我就是我现在我每天我都在控制 我就脑子里面我就说 我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我只要一想我就难过 然后后来 我手机里面还有我姥姥 就是临终那个时候 不行的时候 我我小姨呃拍拍的拍下来 我姥姥那个视频 一天一天呢 日渐享受就是皮包骨头 我现在我都不敢看那个视频 我一直在在收藏里面 我从来没看过 我不敢看 那以前视频需要删除吗 你可以隐藏起来 我不敢看 人都会有走的时候别难过 但是你如果要是尽力了吧 你可能就不难过 你知道吧 但是你没尽力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尽力 那个时候 我说我说把我姥姥接过来 然后我我妈妈说 你别接走了 你老你看你老现在身体都这样了 说不定你开车颠簸 她在她在路上肯定受不了 然后 然后我妈说那你就留在这边 你要是真想照顾的话 你留在这边一个星期吧 然后 我就我当时老二和老 那个时候老三还没接过来 老二老大和老二还在上学 我说我得回家看孩子 我就我就没 没在我姥姥面那个啥 因为当时我婆婆那个时候 没还没帮我看着老大和老二嘛 我婆婆那时候还在老家 我如果那个时候要是听我妈妈的劝 哪怕我在她床前 我笑 尽笑了一个一个星期 哪怕我尽力了 我都不会后悔 我就是因为没有尽力 所以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 我想起来都后悔 我都想给我自己大嘴巴子 知道吧 所以我 我就是 咱们那个直播间的 一定不要让自己干后悔的事啊 哎呀 你看真的提起来我哥哥哈 我还没怎么难过的 因为因为这个我已经就接受了 因为我哥哥那事吧 我就 我也挺后悔的 我记得很清楚 我哥哥是3月9号去世的 3月8号 3月8号那天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打工 我专程请假回去 我准备带着我妈妈去买鞋 或者买衣服买个啥的哈 当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嘴可欠了 我怎么就没留我哥一句呢 我就想说 我回来就是咱们 就是一起去 给我爸 给我妈买个东西 我如果要多说一句 可能当时我哥他不走了 也就没事了 可能有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往自己身上想 我一想嘛 我就觉得可能这个事 是我那个 我真的我可能要留我哥一下 我就说你看我专程回来了 3月8号领着 领着咱妈一起去 买个东西吧 也行 哎呀 我可能要多说一句也好了 我哥是3月8号 刚好是3月8号那天走的 然后3月9号 走到那个甘肃那边了 然后出事了 哎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要是 而且当时是3月8号那天下大雨 下的哗哗哗哗 下的可大了 下的可大了 当时是4点钟 我哥就起来了 你说这个碟也不好哈 下大雨 然后我哥就进来 给我爸跟我妈说 爸妈我走了哈 如果我妈可能要起来 给我哥做个饭 吃完饭再走 或者说我说 哥你别走了 今天咱们一起给我妈买东西去 可能也不会出事了 所以说你说这后事就那个啥 今年3月8号吗 是6年前了 6年了 我哥那时候走的时候才28岁 然后他是3月8号从家里走的 开车到他本来是想去新疆那边去打工的 新疆打工的 然后走到那个甘肃嘉育关那里了 然后出车祸了 他是怎么嘛 就是为了为了躲避后面的小车 然后撞到前面的大车上去了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嘛 也也也不能怪前面的车 有主要的责任嘛 是在我哥这边 包括赔偿了什么的 他又不占优势 知道吧 当时我哥就这么走了 然后就撇下我嫂子 我爸我妈 还有三个孩子 我侄子侄女 其实你看 要是跟你们 你们平时就只看我们视频 可能就觉得 你看这家人 这好吃吃喝喝拍拍视频 其实那都是我一个题材 就讲讲家里面的事 然后你们才能知道 走了 是的 那时候我我哥是28岁 我我是27岁 我那个时候还在打工呢 英杰嘛 是的 所以你看英杰在我视频里 他都不讲话吧 他不讲话 哎 我哥其实人好的 就是好人不偿命嘛 你看英杰他不讲话 因为啥呢 因为他从小他爸爸都不在身边 也没有多少人 那个啥 我嫂子也也也要去 我上个班 我爸我妈都得去干活 就是说这孩子 他没有父爱的一个陪伴 我嫂子也不经常 带他们出去这出去那 就在农村里面生活 所以他话少 知道吧 嗯 你也就话少 所以他他来到这边 然后我对他好 然后我老公也对他好 他就他就觉得我们家有温暖 你看他走的时候他不想走 他哭 哎呦 妈呀 没事我我我那个能忍住啊 没事 嗯 所以英杰他很乖 你知道吗 到冬天的时候 我还会把他接过来 他然后他在我们家前一天 他就他哭嘛 他哭了 他一直憋着哭 他没敢大声哭 然后第二天他又哭 他都是这样忍着哭 他没有话 然后到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候嘛 然后我们开车刚一走 他哇哇的哭呀 他哇哇的哭 然后我拍视频我我都哭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出来那个声音了 就我我我我侄子他的我侄女很可怜 然后我嫂子拍视频他为什么不拍吧 他就觉得他如果拍了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事了 啊就笑话他笑话孩子在学校里面 孩子可能会抬不起来头会啥的 所以说一般我也我也不想去讲这些事知道吗 因为讲着讲着讲着提到英杰 我就我就难受了让嫂子也拍吧 行 我觉得我就反正你看这些事 我那天我在家我也跟我嫂子说了 我说没事 这很正常咱不通不强 真实的事拍出来就行了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我嫂子也想开了 那天就问我怎么拍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要是拍中视频可能会很累 要不你就拍数数的视频也行 一口眼睛都好 所以说你看当初我拍那视频的时候 也有人在底下评论 说英杰那个这 就凡英杰讨厌英杰这了那了的 就是我一想你们不要那样去评论 我嫂子看到肯定难受 到后面我嫂子一直催我把孩子送回去 我一想他肯定也是看到评论了 你知道吧 就英杰他真的是躺着都被 都被你们都被很多人说 可能也都是小孩子评论的 你和他他在视频里面也不讲话 也不好意思讲话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评论那个啥 所以就年年你看三岁三四岁的时候 然后我哥就不在了 你说那个时候 评论挺好的懂事 是的 所以说他来我们家 你看他不想走吧 是吧 他不想走 然后我老公也对他挺好的 然后我对他也挺好的 他不想走 他觉得在这个家里面也很温暖 哥哥怎么了 我哥就出车祸了 出车祸走了 28岁 2016年的时候 就是出去打工 为了挣钱 为了养家 结果就出现意外了 别哭了 就主要是伤心事赶在一起了 你看我一直忍着憋着 就没敢哭出来 你别笑话 我嫂子是谁 我嫂子是我亲嫂子 我嫂子是我亲嫂子 6年了 6年了真的 你们自己算一算 6年有哪个女人说20 我嫂子还比我哥大一岁 大一岁 哥28我嫂子29 你看 我不是说真的 你说有多少人 就说老公走了 能守那么多年呢 而且对爸 对我爸 对我妈真的 跟自己的爸 跟自己的爸妈一样 比我都孝顺我爸 我妈 所以说我就挺想让我嫂子好的 让我嫂子拍拍视频的 她要如果不拍这个中视频 确实累费脑子 就让她拍拍短了也行 好媳妇 嗯 是的 你看 知道你换到现在 咱不是说 就是老公走了那么多年 还能在家里面守着的 是吧 你就说谈个恋爱 刚结婚的 你看离婚的都不少 我嫂子是刘大田吗 我是刘大田的嫂子 那我嫂子 她就是卖不开这个凯 她就觉得 哎呦 这个拍出来了 会不会丢人 孩子在学校会不会受别人歧视 你还有你搁照片吗 我有我搁照片 但是我 我我没敢看过 没敢看过 我和我哥长得挺像的 小的时候像 小的时候我俩就跟龙凤胎似的 我有我搁照片 我不敢看 嗯 你们你们想看吗 妈 你把我那个手紧拿过来 我催个那个 妈 可能搁上了吧 妈妈 你给我拿过来一下 我现在27 我当时27 我哥28 当时一本上 我一本上男的 他不会用哭来表达 当时那边接到电话 说出事了 然后我当时还在屋里呢 我就听外面什么动静 我爸他就是啊 就那样哭 欲哭无泪 他哭不出来眼泪 他就是啊的在那边 就是哭也哭不出来 就是哎呀 我的娘 就那样哭 你知道吗 然后我才出去 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当时那边 就一直劝就说 没事 人只是 只是在重症监护 人还在 就是在哄着我们嘛 然后我们当时也信了 后来我老公 然后他们都去 我老公 我姐夫 我爸 都去了 然后就知道 其实当时就不在了 因为如果要是说 抢救及时 可能还能在 因为他们是在高速上 又下雪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三月份的天 在甘肃那边 甘肃嘉峪关那边 会下雪 就是因为又堵车 在高速上 好像都能让他们去抢 抢救的时候 都已经过去六个小时了 然后都都人都没了 其实说实话 我嫂子很可怜 当时候 前面是我嫂子 他弟弟开的车 我哥做副驾驶 然后后面坐的是 我嫂子的爸爸和妈妈 然后一车同时出事 前面两个人 然后都没了 然后我就是 我嫂子的爸爸和妈妈 然后就是重重监护 然后抢救过来了 就是我嫂子的弟弟 和我哥同时没了 你说我嫂子 他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哎呀 我嫂子他弟 当时还没结婚呢 刚在家里面找了个 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嫂子家 也是三个女儿 好不容易到后面 有了这一个男孩 跟你们看一下我哥吧 跟你们看一下吧 这是我哥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嗯 这是我哥 我和我哥长得还挺像的 我哥脚上穿的这个鞋 还是我给他买的呢 哎呀 对我哥 就是 我和我哥其实长得挺像的 这个照片好像是 15年的时候拍的 15年 然后我哥是16年走的嘛 好可惜啊 我哥是是好人 你知道吗 真的好人不偿命 好善良的面孔 我哥可孝顺了 我哥 说实话 我跟我哥比起来 我啥也不是 我哥孝顺 我哥在家里面做饭 洗衣服 孝顺父母 下地干活 家里的活 他都干 知道吗 这是我哥 挺帅的 怎么走的 就是出车祸嘛 就是出去打工 为了挣钱 哎呀 和佣姐挺像 嗯 是的 我我我 哎呀 不能不能不能 那个啥了 嗯 就是人家说什么吗 他就是 嗯 上辈子 那个啥了 这辈子他就是来还债的 他的债还清了 他就走了 怎么 不说了 越说越想越行越行越行越当 啥时候都是 16年的事了啊 我嫂子拍视频吧 一点不丢人 就是我回头再跟我嫂子说说 跟我嫂子说说 嗯 哎呀 我也觉得是 没啥丢人呢 我嫂子他摸不开脸 我那次不是回家 我就想着让我嫂子 在镜头面对一下 然后他一句话说不出来 他一张嘴就哽咽 一张嘴就想哭 其实可以理解的哈 你想一想 他真的可以理解 别说 别说我嫂子了 我一张哀 我就难受 我都想哭 你说我嫂子 他他能不难受吗 我嫂子叫三个孩子的妈妈 要坚强 三个孩子妈妈要坚强 嗯 他还没开始拍呢 但是他也他也想拍 他也想他也想正一点 也他也不想让我爸 让我妈受罪 然后我我妈那一次 就给人家打工 然后 回到家这个胳膊 我就这样就不能动了 我妈的胳膊就不能动了 然后打工 从从凌晨 然后两三点就起来 然后干了一天 干了十三四个小时 挣了 挣了一百多块钱 回到家 胳膊都不能动了 然后又去打的盐水 什么的 然后他也不想让我爸受罪 我们家又种地 我爸就给人家打的卫生 倒个垃圾啥的 嗯 一个月就一千二 他也想改变生活 也想让孩子家里的生活好一些 我嫂子还没开始拍 他就是抖音 申请了 叫三个孩子妈妈要坚强 我哥是英杰的爸爸 是是英杰的爸爸 所以说如果以后我要是到冬天 把英杰接过来的时候 咱不要在下面说英杰怎么怎么样 去为了找那个流量 知道吧 你想我嫂子看到 她肯定难受 孩子看到她也难受 知道吧 她本身她从小她就没有父爱 她和她就觉得和别人不一样 知道吧 就不要 你看她所以她不 她不讲话 不说话 一定不会 哎 姐姐可以删平 是吧 我我之前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删过 哎 以前也有也有很多人去去说我家老大 说我家老二 说我家老三 那都是小孩子评论的 然后那那也 也我有的也没删 说实话 我有些我家孩子也挺挺委屈的 挺无辜的 知道吧 有的时候他们说的话 可能就是很正常 平时一句话这样说出来了 他们自己没在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就就会被网报 胃不舒服 可以吃那个偶粉吗 可以的啊 可以当早餐啊 带餐什么的 不要在意别人看法式的 嗯 哎呦 一讲起来 你看家家都又被男的眼睛 只能说我在这边说 啊 你们可以听 其实我讲的肯定也有很多 你们家里肯定也很困难的是吧 现在咱们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穷人多 可能你们家也有和我们一样啊 有的也有是很难 我哥家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是吗 对 对我我哥家是两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不是两个女孩一个男孩 嗯 哎 我嫂子是谁 我嫂子是我哥的老婆亲嫂子 嗯 你那偶粉可能是放手了 嗯 多放一点就行了 老三最多是 老三 老三还小 老三其实也挺听话的 我们家几个孩子哈 相对来说挺很听话 想看我哥 我哥那个 嗯 我都我都没没没没看过 你看 我不看 哎呦 我姥姥的视频 我姥爷的视频 我姥爷的照片 就我一给你们看我姥爷的照片 你就知道了 我我像我姥爷 为什么我眼窝这么深 然后这边这边都有点那个啥 你看我我姥爷 我姥爷眼窝深吧 嗯 我随我姥爷知道吧 我随我姥爷 嗯 会讲山东话吗 嗯 我是徐柱的 我不是山东的哈 嗯 我家哪 我家江苏徐柱 我和我姥姥长得像 我和我姥爷 我和我姥爷姥姥长得像 嫂 我嫂子是三个孩子 妈妈要坚强 我回头再劝劝她 反正你看她 她不想拍 我都已经在这视频里说了 很多人也都知道 我家的情况了 我就一点 我就先帮她铺路啊 慢慢的她自己就接受了 因为我 我嫂子真的 她没离开我 没离开过我们那个村 啊 她也不上市里 从我们家到市里 你看很久 开车四五十分钟坐车 谁没事从农村往市里跑呀 是吧 她就没离开我们 没离开过我们那个村 打工也就是在我们的村上 所以她也有点 有点想不想不那个啥 想不开 嗯 关注我嫂子了 我看我搜一下 两千多粉丝的那个事 两千多粉丝的那个事 她也就是上次我开了一次直播 我说嫂子你说话 她说我说不出来 她说不出来 一张嘴要哭 一张嘴要哭 可以理解 嗯 她就是还没走出来 她走出来到时候我就好了 嗯 嗯 是的 三个孩子 妈妈要坚强 三千零二十一粉丝了 那个是 三个孩子的妈妈要坚强 三千啊 嗯 三千粉丝的那个是 我看发是发作品了吗 没没发 我本来在家里想跟她拍一个的 哦 拍了一个了 拍了一个视频 哎 不是 不是 我看看啊 三个孩子妈妈要坚强 哦 没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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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零五十那个是的 哎 三个孩子妈妈要坚强 给她起的个名字 我觉得挺符合她现在的那个 嗯 那个啥的 老伞你把弟弟弄过去 她故意在这边给我捣蛋 妈妈那边有房子 哎 我妈为什么要哭啊 就是聊的聊的聊起来伤心似的 所以说你们如果想拍视频呢 知道吧 不要 不要担心这 担心那 就是越挫越勇嘛 啊 越挫越勇 哎 你看家家又被男的你这样 你看我不说 你们都不知道吧 其实你看我们家是不是也很困难 嗯 孩子们不能遛脸啊 孩子们不能露脸 嗯 嫂子孩子们是他大娘吗 不是啊 是我亲嫂子 我哥的老婆 是批州的 是批州的 哥哥什么时候走的 哥哥是2016年走的 我哥2016年 二十二十八岁的时候 出去打工嘛 为了生活啊 我嫂子在家里面看孩子 然后我 我我嫂子 就是我哥和我嫂子 他弟弟一起去打工 然后出事了 你别哭了不哭了 就是一说一说 其实 其实这样还好一点呢 比憋在家里 比憋在心里面强 是吧 我们家挺幸福的 就是 啊 活着的人肯定还是要继续 生活下去嘛 也不能一直走到过去的阴影里 就是我们家怎么说 你看包括我在我们 在这边哈 关系啊 老表呀 什么的 都相处的很好 在在那边嘛 也是 嗯 我婆婆生命了吗 我婆婆现在好了 就是两三个月去复查一次 两三个月复查一次 就当时 就是晴天霹雳啊 孩子还那么小 呃 是两个 两个月 我们家小老 小老四两个月的时候 我我婆婆查出来身体 身体不好的 然后加上动手术 一开始嘛 以为是乳腺增生 然后做了个手术 把做下来乳腺增生的那个 就拿到我们徐州的医院去化验去 一化验是个癌症 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 当时嘛 就就骗着我婆婆 就说是第一次手术没做干净 然后才要做第二次 就是怕她接受不了嘛 就撒了个谎 就告诉她说第一次没做干净 然后第二次再做 然后到后来就跟她说 呃 做完手术出来 然后我婆婆才发现这边被切除了嘛 然后就跟她说 就是怕后面再严重 那也一直没告诉我婆婆是什么原因呢 知道吧 到后来又开始化疗 那瞒不住了呀 嗯 然后我婆婆头发都掉光了 啊 那个时候她就她就 她也走不出来 我拍视频 呃 那时候是两个月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到 我婆婆生病到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开始拍视频呢 我就拍我婆婆 我婆婆不让拍 她头发掉了 她不让拍 等到她回来了 她在房间里面整天坐着 就这样对着窗外 你就看着可心疼了 她看着外边 她不往外面走 然后我婆婆她那个走路 脚都不能走嘛 脚也不能走 她就出 就就慢慢挪 慢慢挪 然后我就劝她出去 然后我就扶着她 然后去我们那门口 那老大就掺着 掺着我婆婆在那边晒一会太阳 每天多吃东西吧 你看你这样 我我就是说实话吧 我就操心操的大 操心操的 天天拍视频 剪辑视频 偶尔还想着直播 就操心操的 真是操心操的 谢谢关注啊 感觉不老大蛮懂事 其实老大真蛮懂事 我们家孩子都挺懂事的 相比来说真的挺懂事的 然后我就劝我婆婆 然后我婆婆就戴个帽子 她出去 我说你晒着太阳 把帽子摘下来 她也戴个帽子 你们看我那视频就知道了 哎呦她说不行 别人看了笑话 我说人吃五骨杂粮 谁不生病啊 咱又不是说干了什么坏事 是不是 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不公平 哎 然后就就就 慢慢的就好了 哎 我婆婆现在脚你知道吧 哎 她现在的脚 夏天一吹空调 她的脚就难受 现在我们都穿这个 凉拖鞋是吧 我婆婆穿着棉拖鞋呢 穿棉拖鞋 我会永远支持你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我就是从那之后 从后来我婆婆好了 我就没拍过 关于我婆婆生命的事了 我也怕人家说 你看 这一个事老是拿过来 拍过来拍过去 我都没拍过吧 我就开始的时候拍拍 后面我都没拍没拍过 主要就是拍我们家孩子啥的 拍点高兴的事 我没拍过 也没没讲过 我是老粉了 这只有老粉能知道 嗯 我都我都没没没拿 我婆婆生命的这个 这个事 去一直去拍 去拍这个 以这个为话题 我没拍过 四个孩子的奶奶吗 是的 是我婆婆 我就刚开始的拍了 我后面都没拍 我又反反复复拍 也没啥意思 是吧 就让人家可怜了 什么呢 说实话 我们也不可怜 我们 我们现在已经好了呀 恢复好了 是吧 就就就好了 就没没什么 再再去拍的了 嗯 哎 不要总拿这个 去当一个话题来拍 嗯 那个螺蛳粉 我那小黄车里面有啊 小黄车里面 可以让姥姥露脸吗 可以让孩子露脸 孩子不能露脸啊 孙岸胖什么关系 孙岸胖是老表关系 是我大姑家的女儿 很佩服你的勇气 要四个孩子 我也不想要 她来了怎么办呢 我是属于那种 抑郁体质 有了 有了我就生美 然后一知道是女儿 我就不能说不要她呀 肯定也有人选择这样的 是吧 我也不能说 不要她吧 我这个人嘛 我就是重感情 然后呢 我也不舍得 说实话 你想想她在你肚子里面几个月大了 都有动静了 你说你不要她 她得多难过呀 她奔着你来的 她到你肚子里面了 就是和你有缘分 你说你不要她了 你自己人受罪 然后你以后肯定还会后悔 然后我就要她了 要了老二了 要了老二之后就不想要了 然后一想 哎呀 要不就再要一个吧 说实话 就是老一辈子 她都想要个男孩 觉得男孩是个根嘛 然后我觉得 那就再要一个吧 谁到一要老三 又是个女孩 我都崩溃了 当时我都崩溃了 但是怎么办呢 你还是得要呀 你还是得要呀 是吧 她来了 你能不要她吗 你能说你把她给 给那个什么了吗 哎不能吧 然后就要了 所以说有人说什么 重男轻女了 我跟你们说 这不是重男轻女 相对有很多人 他可能他就选择不要了 但是我选择了要 我把她养大 我就不觉得 我这是重男轻女 我关注你很久了 对小明叫大僧 是的 第一次没事 哎呀 然后就就要呗 要了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你看以后 我跟我老公肯定想服 肯定想服是吧 嗯 罗斯文里面有辣椒啊 你能吃辣就放辣 不能吃辣就不放 看婆婆 我婆婆带着大僧出去玩去了 一直捣蛋 我我婆婆也是属于绵点的性格 然后呃不会说话 不怎么说话 你让她看了个字 她害羞 我婆婆还害羞 她她她不像人家的婆婆 可以叨叨叨的说 我婆婆就是 哎 话少 跟我老公一样一样的 就是话少干实事 我婆婆那人平时不怎么说话 你看家里面 洗衣服 做饭 拖地 她都她都干 照顾孩子 她一句怨言没有 我这都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找了这么好一个婆婆 嗯 这不是不是说我在直播间里这样说 是真是这样的 我到以后我跟你说 我我我我跟你们聊 就是我怀孕的时候 我洗澡啥的 知道吧 都是我婆婆帮我洗 我婆婆洗 因为肚子大嘛 就不方便嘛 搓背啊什么的 搓身上 我我也我也不害羞 我也不说她是婆婆 我不让她帮我弄 都我婆婆帮我 搓身体干啥的 我就是 我我就在心里就想 以后等我婆躺那 不能动了 我婆生命啥的 我一定好好照顾她 我真的 我从心里 我就这样想的 我就这样想的 就是 将人心比自心嘛 对吧 别人对你好 你也不能不对别人好嘛 你要感谢老天爷 给你一个好公公 好婆婆 是的 我公公也好 我婆婆也好 我那个时候 我我又是 带着老大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结婚 十几岁 十几岁 那时候也也没钱 在外面打工的钱 都都花完了 然后 生生我生我老大的时候 我公公 买菜 做饭 每个月还给我200块钱 零花钱来 我婆婆也很好 是的 然后也有很多都说婆媳关系不好的 我都不知道是真不好 还是故意那样拍出来的 找热点的 我都觉得 其实没有 没有那么不好吧 就我就觉得我婆婆好 我都 我觉得我婆 说 我就这样跟你说 我妈妈 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 然后她也不细心 但是我婆婆 她是细心 事事想的周到 我有可能 我有的时候 我都甚至于觉得 我婆婆对我比我妈对我都好 嗯 我有个好婆婆 是的 我婆婆好 只能说你幸运了 姐姐是什么 你们有那种婆媳关系不好的吗 真有那种婆媳关系不好的吗 就是我身边的 我身边呢 我觉得婆媳关系都好 嗯 都是帮看孩子呀 帮忙做饭 而且也不说儿媳妇坏话啥的 我跟你说 我婆婆在我妹妹面 不说我坏话 我婆婆都说我好 而我公公都把我夸得跟花似的 真的 她把我夸得跟花似的 说我懂事 说我啥的 我就 我就有的时候 我一看他们那发作品 我都觉得这是真不好 还是假不好 你说 自己的儿媳妇 自己的儿子 自己的孙子孙女 怎么能不好呢 我今天跟我婆婆 唠了六个小时 是吧 所以说没事吧 就和公公婆婆 都聊聊天 聊聊心 我跟你说 我跟我婆婆 我婆婆经常跟我 跟我聊 就是她婆婆 那个时候的事 那以前的婆婆 是真不好 知道吧 疼自己的女儿 可能疼自己的儿子 对儿媳妇 可能有点吃的 有点啥都得藏起来 或者啥的是吧 但是我婆婆那个人 到我 就是我婆婆奶 我婆婆的婆婆 那个时候 生病了 躺床 不能动 都是我 我婆婆照顾 还有我几个姑姑 轮流照顾 然后到后面 肯定还是在儿子家 我婆婆照顾 然后我婆婆讲 给我听的 后来就是 我婆婆的婆婆 身子养啥的 我婆婆就用了梳子 给她梳背 梳身上 然后到后面 我婆婆的婆婆 然后就说 哎呀 还是我家婆婆好 还是就说 儿媳妇好 怎么怎么的 我婆婆那人 真的她心眼好 她就是对外面的人也是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她心好 嗯 几岁生的老大 你们刚刚说 有婆婆不好的是吧 你们和婆婆吵架吗 我身边真没有 我身边没有 我跟我婆婆像朋友一样 是吧 那个用户说的 我跟我婆婆 真的 我比如说 我白天我睡觉什么的 我也 我婆婆也不喊我 我也不用担心说 我婆婆在家了 我不能睡懒觉 我不这样 我我这结婚十几年 我没跟我婆婆吵过架 多大多大姐的婚 十九 嗯 心疼你婆婆 哎 我婆婆当时 隔医院住院的时候嘛 然后我我就 我就到医院里 看看我婆婆 因为她这边切除了 然后又一下子得 这么大一个病哈 她都想不开 或者啥的 我就去医院去看她 我还跟她劝我 我婆婆看到我 进 进那个门的时候 我婆婆当时她都哭了 说话都哽咽了 我婆婆她都哭了 她说 哎 你看这怎么弄 这都都切了 没了 我说那这都六十岁的人了 又不要好看 啥的 又没事 其实我 我知道她心里难受 我心里也难受 但是我 我就那样劝她 我婆婆看见我 一进去 她就哭了 你知道吗 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无论 无论多难的事 都能过来 是不是 我婆婆多大 我婆婆 六 六十 六十了都 嗯 嗯 六十了 但是 但是我婆婆真的是 这一 这一辈子是操碎了心 好人好了一辈子 什么 什么去了 就是这个 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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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大 我三十 我三十三了 嗯 感觉你婆婆买好的 是的 我婆婆好 我婆婆有几个孩子 我婆婆就是我老公和 刘大田姑姑 两个孩子 说实话 刘大田姑姑她孝顺啊 刘大田姑姑她本身是护士 像我婆婆生病什么的 她都跑前跑后的 平时给我婆婆拿药 然后买衣服 啊 什么的 都是都是我小姑子 那我小姑子真也好 啊 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拍视频 我都也让我小姑子也拍 现在她也有好几十万粉丝了 然后她也是工作护士 她真好 啊 我觉得我们姑嫂关系处的哈 也都跟跟那个啥似的 就跟姐妹似的 嗯 她也不觉得我不好 我也不觉得她不好 我俩就是什么话都能说 她一家都好 江湖姐姐是谁 江湖姐姐是 是表哥家的媳妇 表嫂是三姑家的 就这样跟你们讲吧 就是我公公 她是姊妹五个 然后我公公有四个姐姐 我公公是老五 然后大娘是三姑 三姐姐家的 是我公公三姐姐家的女儿 然后孙二胖呢 是大姐姐家的女儿 就是一个老表关系 老表关系啊 我很喜欢你们 谢谢谢谢你们支持 什么时候可以吃螺蛇粉 我今天刚吃的 嗯 上天有时候很多不公 他就是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打上一扇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看 嗯 我没有工作 我老公那个时候 开出租车也失业了 也没工作 然后又赶上我婆婆生病 然后就赶上我拍视频 就有了今天 嗯 咋偏心老大 都一样啊 没什么偏心的哈 不偏心都一样 你一个一个视频里面嘛 你不能全部都体现出来 我这一辈子值了 我这一辈子值了 就是老公也好 婆婆也好 公公也好 小姑子也好 大娘也好 孙岸胖姑姑也好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好的关系可能就是相互的 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好的关系是相互的 从我结婚的那一天起 我妈妈就跟我说 啊好好孝顺公公婆婆 呃什么的 好好孝顾老人老人都不容易 他就说两好各亿好就是我用假情话说就是两好各亿好就是我好他也好然后这个假才好 我我我安妈妈那时候都这样跟我说的从结婚可能两两个都是实在人嘛知道吧嗯然后然后就这样但是但是哈我这样跟你说一个心里话当时我跟安老公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 然后我老公就就跟我讲啊我妈妈这辈子受了多少多少苦然后怎么怎么不容易啊你一定要对他好我想我那时候还没没过没呢我都不知道我未来婆婆是个啥样的人然后我那时候我脾气也不好十八九岁嘛对吧嗯脾气也不好但是我心里我就这样想了我说好不好的我得看他对我好不好他对我好就对他好他是给我气数那我肯定也不能让着我当时的心是这样想的然后我一结婚我一看哎呦我婆人真好 真的一点事都没有你说我能跟他吵架吗他对我好我如果不敢哎那就是我我我我没人性是吧嗯会后面就是良好哥也好哈哈哈哈嗯我婆婆得了什么病乳腺癌嗯孩子名字怎么取的就是公公婆婆还有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的嗯就是结了婚就挺好的我觉得除了穷一点其他没毛病除了没钱花 啊就那个时候呃花零花钱都是借的 花零花钱都借的哎那那个时候生了我们家刘二妮那时候才是穷呢我我老公是一个啥样的人吗就是呃没钱花也不跟家里说也不跟朋友借呃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姐姐借借的钱花的后来嘛挣了钱还给我姐姐了然后呃我就记得最穷的那个时候我们家翻箱倒柜还有找出来六块钱我老公花了一块钱买了买了一包 那个可以吞音涂物的那个然后后来又花了一块钱给我们家刘二妮买了五个磅磅糖大大泡泡糖两磅钱一个我记得可清楚了知道吧那是我们家最穷的时候喜欢你的性格哈哈谢谢哈我就有实话实说你弄一些套路出来咱也不会演个戏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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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真是缘分啊真是缘分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名字少 现在好起来了是吧现在比之前好多了啊看看婆婆行等会让让我婆婆看看啊现在很富有吧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啊